1988年出生在台湾 2008年因为自己的好友是模特而被发掘 很快便拍摄了人生中的第一支广告 没过多久便引起了男生的注意 爆红的程度还引起了康熙来了的关注 被大家惯上了广告美少女的称号 算是正式出道之后 郭雪芙便开始从事杂质平面模特的工作 不到两年的时间积累 让她的时尚品味和面对相机的镜头感提升不少 2010年还与当时在台湾风头正进的李玉芬 宋米琴组成了女子组合 Dream Girls一共发行过三张唱片呢 2013年郭雪芙凭借靓丽的外形 获得台湾地区新宅男女神网络票选冠军 一直到2015年连续三年都被男人装杂志 评选为全球百大美女冠军 但当时同样上榜的志玲姐姐连续三年屈居第二 除了在外形收获大量银粉之外 郭雪芙在戏剧上的表现也赢得了很好的观众员 收获的男神也是蛮多的 2010年出演了自己的首部影视剧《真爱找麻烦》 随后三年之内是在电视剧还是电影上都交出了多部作品 无论是本色出演甜的天真女 还是饰演反派心机女的都能很好的诠释 陈柏林 邱泽 秀杰凯都和她搭档出演过 最后和颜亚伦出演了《就是要你爱上我》 起身偶像剧女主角的位置 2014年还出演了韩国MPC电视台真人秀《我们结婚了世界片》 哦对了 跟她组CP的是当年人气众望的组合 《苏不诸年》里的《惊奇彻》 两人在节目里单身凉美少洒 如今靠着火星情报局里的副局长一职 让更多内地的观众认识到郭雪芙这个开朗阳光的女生 当然也有人质疑过三季节目里 郭雪芙一直都是花瓶一样的存在 小编觉得汪涵的那句话说得真的是很好 这世界当然需要花瓶 不然花能摆在哪呢 郭雪芙几乎称得上是节目里的一股清流了 讲话温柔的她一直是节目里的萌点和镇定技担当 如今第三季已经开播了四季 郭雪芙仍然稳坐 火星情报局固定班底 难怪汪涵会说 流水的副局长贴打了郭雪芙 作为节目的颜值担当 郭雪芙几乎呈爆了男生理想中梦想女票的样子